從簡報第12月開始 其實我們要做這個LD點擊證 我會遇到兩種同學 一種同學是屬於樹筆型的 因為我們剛剛不是有這個代碼產生器嗎 他就會很好奇 為什麼 來,您看一下 我這邊把它重設 現在是不是都是沒有的 所以老師可以發現 全部都不亮是不是16個0 那你看我按第一顆 你有沒有發現哪一個數字改變的 第一個 對不對 我按第二顆 有沒有第二顆 數字改變的 我按第三個 是這個 數字改變的 所以其實這裡他所用的就是 16進位 兩個一個 兩個一個 那水平的就是這樣子 垂直的呢 就會是我們2的次方 講這個是很無聊 但是呢 我就是會有遇到同學 他們想要問 所以以前如果 像黃老師有上過很多課 我以前都沒有講這個 因為我也不是數理型的 我是屬於下面這一種的 視覺型的 哈哈哈哈 所以我會設計很多動畫 但是呢 你要如果遇到數理學的同學 我們可以告訴他 他的原理其實像這樣 來,您看到這邊 他代碼 其實你如果往下按的話 我們看看這個 我用第一排 不是第一列 第一 直的叫做 橫的叫做列 直的叫藍 第一藍 你看 如果是1 就是01 但是呢 這裡有變化 你看我如果兩顆燈 有幾種變化情形 兩顆燈的話 一顆沒有問題 就是亮跟不亮 就0跟1 兩種 但是我如果兩顆燈 就會有很多種變化的情形 你看我們在這邊 你看這裡 我就把它整理出來 兩顆燈會有兩個情形 三顆燈 就會有 00 就是都不亮 亮一顆 亮兩顆 亮第一顆 亮第二顆 對不對 就有四種情形 這樣導致有沒有發現 它有等比級數的關係 為什麼 因為 這個跟代碼有關係 我們直接用這個來看 你就知道了 這邊 你看 我按第一顆 有沒有 0跟1 那我兩顆的時候 可能是這個亮 1 然後 有沒有 這個是2 這個是3 從0,01,02,03 是不是四種狀況 如果我有三顆燈 除了剛剛那個 這裡是不是 再來 5 然後呢 還有可能是這個 這個 6的話應該是這個 有沒有 這兩個亮 然後在7是這個 三個都亮 然後在8 8的話是 我看 這個亮 對 這樣八個的 對不對 這樣老師了解意思 那其實你會一排 一個直排 後面的七個都一樣 那我就會去做控制 所以說 如果老師你遇到數理型的 就是像這樣子 那 這裡會牽涉到一個問題 我們剛剛所看的這個 他用的是10鏡位的 有沒有 他用的是10鏡位的 可是呢 因為 我們如果有8顆燈 其實也不用到那麼多啦 你看 如果我8顆燈的話 就可以到2的8次方 是256 是超過兩個數字可以控制的 所以他就用16鏡位 老師這個表 我有把它放在下面這個 所以你就直接打開 如果有需要 你就可以直接打開用就好 不用再重新做一次 那所以 WebDuno裡面 他就提供一個 數值轉換的功能 但是這個不是 Black你提供的 是WebDuno自己提供的 所以他放在這個 進階功能裡面 有沒有一個數值轉換 那你會找到 他有一個 就是 從10鏡位 轉成16鏡位的 我們就可以把它做一個轉換 像這樣來用 那 這個部分啊 你就可以看到 像我這裡 有一個 隨機的 隨機的 如果他想要隨機 從第一欄這裡 隨機亮一個燈 我就只要去算2的幾次方就好 去加 去加就可以了 你看我在這裡 等到他 這裡 好 這個都不用看 我先不用看那麼多 我們就直接模擬器打開 看一下 我就按下去 沒有喔 等一下 因為我少看一個燒杯要打開 因為我上面會顯示 上面會顯示 有沒有 現在這一顆 這一顆 10鏡位跟16鏡位是多少 這樣是不是隨機跳 對不對 那我們就可以去算數學 當然這個比較適合國中以上 國小的這個他應該就 老師我要退色 哈哈哈哈 但是你可以做參考 好那除了這個 還可以怎麼樣 這個會的其實就可以做整排的 所以以前我們 如果你跟我同一個年代 我們看過霹靂遊俠 哈哈哈哈 老師皺眉筒 我們不是同一個年代 你有看到嗎 哈哈哈哈 霹靂遊俠 不是那個車子 那個燈會這樣閃 所以以前有一段時間 有些人喜歡改車子 一頭前就這樣 哈哈 就這樣走來走去 那這個 我可以讓它循序 循序的亮起來 好你看這個 加上這個 我們play一下 有沒有這樣子在動 當然你可以下來再上去 我現在只有一隻下來而已 所以我們就可以透過寫程式的方式 讓它這樣去動 這樣也可以啊 對啊 這也是訓練程式的概念 也是蠻不錯的 只是說這種就是針對我們講的樹皮型的 他可以這樣去玩 那看起來 我們今天大家應該都是 除了聯考師以外 都是視覺型的 哈哈哈哈 所以我們就不用再理他 哈哈哈哈 層次就不用寫太多 我們就可以看看視覺型了 視覺型我就會讓他們去做什麼 路上就有了 有沒有 小綠人啊 那他就可以自己用點了 點了就可以做動畫 那怎麼做動畫 我們來看看 你看 在這邊 你看 WebDino本身的這個LT點擊證 它可以做動畫可以做幾種 第一種 叫做做動畫 第二種叫做跑馬燈 那動畫跟跑馬燈 動畫就是直接怎麼樣 畫面直接切換 跟我們現在看影片啊 看卡通的意思是一樣 那如果是跑馬燈 它就是左右跑 就是左右跑 它目前是沒有上下跑的 上下跑要自己寫程式 這樣你了解 那我們來試看看喔 你看動畫的部分我先拿一個出來 拿一個出來 那如果我想要它顯示 比如說我要它顯示數字 我就把這個數字放進來 我要它顯示英文 我就把英文放進來 老師一定要特別留意一下 這個類型一定要對 我們常常會遇到同學 最大天 喔我要顯示99 就把99塞進來 這樣不好 因為它不知道這個數字或文字 老師如果平常在寫程式 您就會發現 我們如果是用變數去指定 它是數字跟文字的時候 是不是寫的方式不一樣 文字會用括號 或者是單引號或雙引號刮住 但是數字就直接給人家數字而已 所以這個要分清楚 不然的話就顯示不出來 那當然你也可以像我們剛剛一樣 可不可以直接怎麼樣 顯示代碼 或者是直接用這個大的 也可以 你看我把圖案丟進來 我這邊它有很多的這個圖案可以用 不過說真的喔 這裡我要請老師稍微留意一下 我覺得Webdino有個地方 不太該放的 是放這個 來你看一下 這兩個 老師有沒有覺得 看起來一樣只是方向不同 可是意義差很多 納粹 對對對聰明 因為有些小朋友會用到這個 所以你要小心一點 一個是萬字符號 就是我們佛教那個萬字符號 一個是納粹的圖 那兩個就差很多 所以要小心一下 當然你沒有特別跟他講 他也許不會特別在意 但是因為我們知道 有些場合不太適合 老實講我是還蠻建議把這個拿掉 比較不會有 OK 所以這個你可以像這樣子 那你看我們就play一下喔 有沒有這樣是不是動畫 也就是說我一次就是切換整個了 那在這邊剛剛我們可以 學到一個單位 因為他的單位是用好秒 所以100代表是不是0.1秒換一張 所以你會覺得我們的切換圖片的速度是不是很快 那你今天想要慢一點 比如說我變300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在執行 你的每一個圖案就可以都看得很清楚 0.3啊 0.2啊 應該都夠 那這個東西跟我們的視覺戰流有關係 所以這裡又可以先回歸到 視覺戰流是屬於生物還是算 應該是生物的視覺啊 對嘛 我們眼睛視覺戰流的時間大概多久 好像要考生科老師嘛 哈哈哈哈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是大概 我們眼睛看到的速度啦 大概是10到12分之1秒 也就是說它一張 大概停留的時間 其實我們看到它 比如說燈關掉嗎 眼睛還會亮亮的 對不對 那是視覺戰流的那種現象 那這個牽涉到一個 老師如果以前有用過Flash 我們做動畫 早期Flash的時候 有沒有 像我禮拜三跟 劉老師去我們美群國下 那個邊的那個黃老師 他Flash就用很重 早期我們Flash出來之後 他動畫的速度 就是一秒鐘幾格 12格 那後來他把它提升到24格 跟我們電影一樣 因為早期 網路速度比較慢 他不能做太快 做太快的話 打看就會變大 所以 低於12格以下 你就很明顯看到它是頓頓頓 就好像我們講的慢動作 那如果你超過12格 數字越大 代表什麼 代表他播的那個順暢度 會越比真 就越平順 所以如果在這邊 我通常就會順便考一題 考一題什麼 我們在看影片的時候 YouTube 你看喔 比如說這個 好 不用看影片內容